早上星期我都駕駛這部Tesla Model 3 今次長期測試車是否厲害 好不好駕駛那些我就不再說 因為我們之前也拍過好幾次 如果你想看的話 右上角有些連結 你按進去便找到 至於今次我想做甚麼 就是我想探索用家的心態 究竟買Model 3的理由是甚麼 以及不買Model 3的理由又是甚麼 之前在公司突擊訪問了同事 讓我們聽聽他們說甚麼 這位同事 可否說一個你會買Model 3的原因 當然是省車價和省有錢 我又不想被政府賺我的稅 那我會說一個你不會買Model 3的原因 因為我沒有車位 那這位同事說一個你會買Model 3的原因 因為它是電車 那不會買Model 3的原因呢 都是因為它是電車 這位同事很圓 好圓呀 Lubi 可否說一個你想買Model 3的理由呢 想買Model 3嗎 應該油太貴吧 油太貴 是 即是你不喜歡入油 貴 那不想買Model 3的理由有沒有呢 不想嗎 好像沒甚麼 似乎我親愛的同事說話都很廢 很無謂 沒甚麼參考價值 不如這樣吧 由我這個星期醞釀出來的天使和魔鬼 我自己說 以一輛四門的房車來說 Model 3其實不算太大 中型左右 不過它擺放空間非常大 看看尾箱是極深的 我立即鑽進去給你看 鑽進去 你還可以拍下椅子 除了這裏 下面還有一個相當巨型的密室 這些充電線不妨收進去 這裏若然你擺放手持小行李 我覺得也定得順 大家知道那些摩打這麼小 所以沒甚麼牙位 還有 除了這裏 這裏還有一個位 沒有引擎 保護電動車都可以 偷個位置擺放東西 這個位置也不小 用來擺放一些垃圾東西 而我自己覺得最好就是擺食物 因為這裏有兩個勾 你就可以掛膠袋進去 還有這個空間 其實跟車廂是完全分隔開的 若然你買了一些墨記 雞記 那些味道很厲害 就不會供入車廂 這個位置不錯 雖則我說這個空間很好用 但我心裡的魔鬼告訴我 其實它也有些缺陷 就是要打開後 有點麻煩 有點吵架 有兩個方法 一就是你走進車內 按螢幕解鎖 另一個方法就是 你拿個電話出來 然後開Tesla App 再按空按鍵 然後選前頭盒 確定 那麼多東西 它才會打開 若然我買完東西回來 又想放些東西進去 那也蠻糟糕 有按有按才能做得到 假如它這裏有個按鈕 或者有個位置讓我觸碰一下 按一按就懂自己彈開 就方便很多 其中一個令我覺得應該買Model 3 的理由 就是它的語音功能也不錯 例如我按一按這個 我想去時代廣場 它就會自動在Google Map 中 很準確地找到路線 成功率是高的 另外亦可以控制它的功能 例如打開手飾箱 這樣就打開了 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能上網 它可以一路更新設計 所以它學廣東話的能力 是會與日俱真的 還有的 司機位18度 它立刻把冷氣調到18度 駕駛車時都可以方便 因為你要在這裡按 你就要看 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就用語音直接一點 也會安全一點 但是這個語音功能 我覺得欠缺一點 就是有些我駕駛車時想轉的模式 就不可以靠它去轉 都是要按個按 例如加速模式的變換 轉向模式的幾個Model 以及動能回收制動的程度 都是不能夠靠這個語音去轉 加速模式變舒適 難以理解 其實這些功能在駕駛車時 是有時候你都會想轉 但駕駛車時要駕駛進去Model 再選擇後再轉是困難的 亦有少少危險 我覺得這車的泊車方面 有幾樣東西都蠻能夠輔助的 首先就是泊車鏡頭非常清晰 畫面又夠大 亦都很高質素 我試過夜晚看 都是很清晰很漂亮的 這方面是加分的 另一樣就是它有很好的感應器 例如我前面有一輛車 我現在慢慢走過去 你會很清晰看到上面一些圖像 形容到周圍的環境 以及有一個很準確的距離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又會想 雖然它有這麼高質素的鏡頭 而且整個車不止這個鏡頭 周圍都有鏡頭 為何它只給我後鏡看 通常有這麼多鏡頭的車 都會做到360 或者有些旁邊的Close-up 讓你拍車時更容易清晰一點 這裡就好像硬件就有了 軟件就沒有支援你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更新 但這一刻就沒有了 由於它沒有這麼大的波箱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擺到東西的空間是比較多的 首先前面這裡 你可以擺放電話 這裡有一個晾電話的東西 我看到有些後市的 就是可以把它換成一塊無線充電板 打開裡面 很深的 大概落到底 這個位置其實非常大 裡面還有兩個USB 這個手枕箱也是很大的 這裡有一個盒子 搭一搭東西 垃圾也可以 裡面也有一個很深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在中央擺放的這個位置 好像比一般的汽車 是多一點 大一點 以及深一點 所以就兩個杯架 這幾天另一個我欣賞的地方 就是去前座這座椅 這座椅坐下的感覺 跟我們平常坐的感覺好像有點分別 我後來就發現它是有一個Sport Seat 的形狀 那種包的感覺 但它又有梳化的質感 軟軟軟的 雖然就是人造皮 但摸起來也不錯 而且也沒有特別的異味 不錯 前座就不錯 但後座我發現也有些問題 就是由於要偷多些Head Room 所以這座椅其實也坐得挺低的 不過你知道電動車下面鋪了電池 地台就一定高一點 現在就形成了椅就矮 地台就高 所以你看到我的腳 這裡是頂不住的 有一點蹲蹲的感覺 短途當然沒有問題 但坐長途要這樣 好像不太浪到大腿 始終都是不夠舒服的 Model 3 跟其他Tesla一樣 還有一個優勝於其他車廠的地方 只是它的軟件 af事情是挺精靚 功能可長的 在香港 即使它會經常性地更新 就像你電話一樣 睡覺醒之後 變影任何大件 也可能會有更多新功能 其中有些我覺得挺有意思 例如這裏多了一個叫 Joe 降音模式 背後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叫 Joe 人在 Twitter 說 車在拍車或有些車很近時 車內的喇叭會嘟嘟嘟嘟 Joe 便說吵我後座BB 睡覺 後來 Tesla 聽完就覺得很合理 不如我做一個叫 Joe 降音模式 開啟後那些感應器就會小聲 不要吵著 Joe BB 但司機亦會聽到的聲音 這部車內置了 Spotify 如果你開啟 Spotify 當然沒問題 可以連接自己的 Playlist 但我沒有使用 Spotify 我用 Apple Music 都可以藍牙牙連接播放自己的歌 但它能夠讀取到的資料不是太多 例如我其實裏面有很多 Playlist 我播放其中一個 Playlist 這裏只能夠見到你現在播放的 Playlist 所以它是不能找另外一些在 Apple Music 裏面 我儲存的 Playlist 因為一般藍牙裝飾那些 都可以好好吃回你裏面的 Playlist 若然你有 Apple CarPlay 就沒有問題 解決了 不過它沒有的 亦都沒有 Android Auto 就少了這兩樣功能 就賺點 我個人覺得這個門抽的設計 就太吵架了 又要按 再要抽 就不太符合人體工學 有些滑蛇添足的感覺 有一件事挺奇怪的 就是前面那兩道門 你可以按一按它 不抽都可以 這樣都可以打開 我覺得比較容易使用 但不知為何 後面這道門是不可以的 這樣按一按 是開不了的 所以你要使出按一按 再咬 剛才聽完天使和魔鬼的分析 有一堆好處 亦有一堆壞處 究竟我會否考慮去買呢 再想想吧 撇開以上說過的東西 這部車亦要介紹一下 因為它有一部Long Rangeman 新度 不過在說之前我也先買一買 提醒你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想有新片 立即可以通知你 就按旁邊的鈴鐺通知 另外Facebook Page 我們的Facebook群組 Drivers Club 你加入就可以得到其他最新的汽車資訊 說回這部Long Range版 它是新到香港的 Total Model 3 有三個版本 之前我們試過後驅版 亦都試過Performance 高性能版 這部Long Range版 其實電池的size 跟Performance版是一樣的 亦都一樣是有兩個馬達 一隻前面一隻後面 它的輸出就會低一點 前馬達大概200匹左右 尾馬達大概250匹 它勝在的地方 就是三個版本之中 行程最遠的 它比起Performance版 就多了30公里 比起後驅版 就直接多了150公里 如果計算WLTP 它是有560公里的行程 實際環境之下是多少呢 我當天拿車是充滿電的 它顯示可以走到490公里 我實際用了一個星期後 大概用了70kWh的電 我實際用了390公里 若然你真的計算100% 是否可以走到490公里 可能差一點 但都接近 這部車和Performance版 有很多東西都很接近 例如它們的車重是一樣 它們的設備都是一樣的 比起後驅版 這兩部車會高級一點 有些高級一點的音響系統 有14隻喇叭 又有Subwoofer 以及它已經送了一年的Premium Connectivity 即是你已經有實時的Live Traffic 在Google Map中 可以看到哪兒塞車 哪兒改路 亦都有Spotify 你可以用一年 過了一年後怎麼辦 就是給月費 暫時香港未有一個定價 但如果計算美國那邊 就是9.9美金一個月 只有幾十元 還有一些設備上的東西 包括它多了LED的母燈 以及它五張椅子都有發熱功能 有一件事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Model X及Model S 是中薪免費使用這個Supercharger 但Model 3 你用Supercharger是要付款的 我那天也去試一試 雖然我要付款 其實它現在計算是每一度電 即每一個KWH 就收緊3.1港元 這部車大概是80KWH 如果你真的當零 差到80% 就200元左右 也不便宜 還要計算停車場 所以我觀察在Supercharger的站 其實比較少Model 3 多數都是Model S及Model X 還有超時都要付款 超了五分鐘後 很麻煩 如果車站當時滿人 你充電後不離開 五分鐘後 它便開始跟你計算 基本上是一元美金 約八元左右 即是一分鐘 一小時便四至五百元 很糟糕的 所以充電後記得離開 雖然我一開始說 好不可以駕駛感 就不說了 你自己看那條Link 但因為Long Range 版 也是第一次試 給我 不斷醫講一點 雖然它跟Performance 版 一樣是雙摩打四驅 沒有那麼快 但其實也很快 加速那一下 不過我覺得 它的確沒有Performance 版 表現那麼好 如果你要很aggressive 這樣駕駛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就是它的駛駛 沒有Performance 版那麼好 而它的速度又高 車重亦高 1.8 多噸 所以你在收的時候 要有多點時間去做 入彎的時候 它的避震 亦都不像Performance 版 調低了 擺動是會多一點 反而你當回去後驅板 舒舒服服地駕駛 就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你選擇Long Range 版 就不應該是貪汇它的表現 你真的很有要求的話 就選擇Performance 版 這部車是貪汇最長的Range 帳面上有560公里 實質都接近500公里 我相信對於很大部份的人來說 都絕對夠玩 是貪汇最高的 我相信是貪汇最高的 非常高的 這個車主人 是貪汇最高的 在身邊的 貪汇最高的車主人 是貪汇最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